秋天天气干燥,要多喝汤 今天分享西湖牛肉羹的做法 淡花漂亮,汤鲜味美 先准备一块牛里鸡肉顺着纹路切成片 这个部位的牛肉比较嫩,更适合做汤 然后再切成条 最后剁一下,剁成大一点的颗粒备用 一块嫩豆腐切成薄片 然后切成条 最后切成小方丁 泡好的木耳切碎 香菇去跟洗干净以后切碎 香菇可以增加汤的鲜味 再切适量的胡萝卜碎,搭配颜色 一小把香菜顶刀切 尽量切得越细越好 碗里打两个鸡蛋挑出蛋黄 但请用筷子稍微地打散 不要打得时间太长,要不会起沫子 锅中水烧开 下入切好的各种配菜和牛肉丁焯水 这样能去除配菜里的生味和牛肉里的血水 再次开锅,稍微地煮一下捞出 用温水冲洗掉表面的浮沫 锅中重新烧水下配菜和牛肉末煮一会 调味加一勺盐 一勺松鲜鲜 放少量白胡椒粉 调到小火下入水淀粉勾芡 汤稍微地变浓稠就可以了 然后关火下入鸡蛋清 用勺子快速地搅动一下 就能形成漂亮的蛋花 不需要再开火 香菜撒到碗底 滴两滴正宗的小末香油 再把汤倒进去充分地激发出香味 每天都分享各种做菜的小技巧 您可以点赞留个关注 想吃不会做 还可以找得到我 这样做的西壶牛肉羹 营养美味 大人小孩都爱恨 喜欢你 也去做起来吧 谢谢大家